牛爷爷的书法 小朋友们好 我是牛爷爷 牛爷爷好 小朋友们好 我是张善琪 今天我要找牛爷爷学书法 三国周廊赤壁 今天我们学赤字的写法 赤字有一个短横 有一个长横 这两个横要写得紧凑一点 这样上边紧 下边松 这个字就好看 十字这个竖要对正下边的这两个竖 这个就是这个字的中心位置 左右都以它为中心点 这两个竖方向和这两个点的方向 要相互呼应 它们的延长都有一个中心线 这样这个字 它就有一个完整的试态 这两个点的连线 也跟这个横相呼应 这样这个字就能写好看 我完整地把它写一遍 我们先写一个短横 短横呢 要尖起笔 然后写这个竖 竖要正 长横 方一点起笔 慢慢慢慢地 抬起来边细一点 出现出现压下去 提笔 顿笔 转笔 收笔 这样时候也就厚重了 至于这两笔呢 要看你上边的树 跟这个树对正 对 停顿 稍微挑一下 这一笔 这一笔要连贯 相呼应 好 这个字就写好了 张张提小朋友 你学会了吗 我学会了 这个笔叫赤字 好 小朋友们 也可以跟着 儿哥一起来练习写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